初心的妈妈想暂时解放双手 就把小孩子放在收纳手拉车上 没有想到两个小孩 连人带车往地下停车场暴冲 惊险的过程 也都被监视器全程拍了下来 民众把这样的画面 PO在网络上 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还有不少家长看了直呼 真的是太不小心了 而这款手拉车 最近蛮受欢迎的 但是它的功能 只能够用来装载货物 方便拖拉 在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 或者是下车的 因此小朋友坐在上面 真的很危险 家长把车临停路边 爸爸忙着收纳物品 妈妈从车内抱出小孩 顺手放上一旁的收纳手拉车上 一旁手姐姐看到了也爬上车 妈妈就这样拉着车 走了几步却突然松手 想回车上拿东西 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 两个小孩连人带车快速滑动 妈妈发现一个剑步要拉住 已经来不及 手拉车直接顺着车道冲下地下停车场 就这样撞上墙壁翻倒在地 当时这对爸妈呢 就是用这样箱形的手拉车 把小朋友放上去 不过就粗心的手一松 小朋友跟着箱子 直接往地下停车场溜 这题外发生在新北市 惊险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粗心家长想暂时解放双手 却没注意地面有斜坡 酿情意外 很夸张 其实没有注意到 应该要垂直抱着 怕危险 有斜坡可能就是爸妈 可能没有注意到 没有放人 但他也是有可能会滑走 这样的手拉车一直都很受欢迎 露营旅游或是购物收纳 都很方便 不过这车是用来收纳物品 不是载人 可不像娃娃手推车一样 有防护装置可以下车 这回粗心父母太大意 小朋友连人带车 暴冲撞长受伤 这让父母及小孩都受到 不少惊吓 记得派文会帮忙忘记家新北报道